現在的這時候民進黨 可是用盡了方法 最重要一點 要把韓國瑜給困在高雄 不過新潮流卻弄了兩條死路 一個韓國瑜把他困在高雄 要不然要奪回高雄 現在這時候看起來 新潮流的玩法 他們都步步算計好了 剛剛講的問題神 就是說這個民進黨 要用兩根什麼鎖去綁這個 韓國瑜 對 能困得住嗎 韓國瑜綁不住 因為高雄他還就任 才短時間 很短的時間 現在就是說大家在台灣的政壇 要解讀這個韓國瑜現象 到底怎麼回事 為什麼韓流到現在老不退燒 這才是大問題你知道嗎 這個韓流不退燒 每一個人都要去搭韓流 你看到沒有 要選立法委員搭韓流 要出風頭的搭韓流 等等等等的 然後包括我們現在總統 也要跟韓流發生關係 對不起 我這樣話講清楚一點 要去打韓國瑜對不對 要打韓國瑜 要發生敵對關係 不要被總統告 這個很麻煩對不對 女總統 我覺得沒有這個別的意思 我們尊敬的總統好不好 要發生敵對關係 小心 先講清楚一下 敵對關係 敵對關係跟友誼關係 這個妙用完全不一樣 大相傾庭 因為韓國瑜跟打的情況之下 我給你保證蔡英文的民調會上揚 所以新潮流現在的 不只新潮流的算盤 這個是輔院黨集團軍 請朝而出要打韓國瑜 韓國瑜是一個人 你看到沒有 國民黨很鬧 國民黨是個完全沒有用的 很鬧的一個政黨 因為民進黨不打國民黨 任何一個人只打韓國瑜 不是 國民黨沒有人回首 沒有 韓國瑜是光棍 韓國瑜是一個人 跟面對一個龐大的一個 政治勢力在對決 韓國瑜有別人幫他嗎 沒有 沒有 對不對 所以國民黨是一個 沒有用的政黨 對不起 國民黨的議員在 國民黨人力太差了 超不帶種的 你懂嗎 韓國瑜要繼續打下去的話 韓國瑜馬上的聲望會越來越高 所以這兩方都會 互相拉抬會上升 可是這裡面有個問題 韓國瑜不久將來 他會去訪問北京 訪問大陸 所以民進黨算準的 你只要去了北京回來之後 然後參選總統的話 就會淪落到 像過去連勝文的下場 跟習近平報告 我要選台北市市長 回來就掛了 所以民進黨的算盤 是等到你去北京回來之後 就扣你韓國瑜賣台 所以這個整套的計劃 後面還有更精采的演出 沒有 我們注意到一件事情 現在韓國瑜想了許許多多的 想了許多的方法 當然要讓這高雄能夠有所不同 不過我們說到現在的這時候 韓國瑜他 我們在選前的時候聽到 綠營給他灌個名稱叫做韓島 可是這兩天 我突然聽到了一個名稱 怎麼變成韓教練都出現了 可是在現在的這時候 中央配合了花媽在地方的勢力 整個結合起來 他們就是要把這韓國瑜 讓他因為他沒有靠山的關係 就要讓他就範嗎 對 現在我們看到民進黨 可能看到說韓市長他沒有班底 所以他現在運用他們現在手上 所有的行政資源 要來想要把韓市長把他掐死 我們看到什麼 他利用他的手上行政資源 要求公務機關 還有要求行制單位要全面的蒐證 韓市長到底去了哪裡 拜訪了什麼單位 特別是他訪外的行程 更是要去記錄清楚 提前現在這個時候 4月份美國才要出訪 但是他要求現在就趕快要收集 到底他拜訪的層級到哪裡 那麼大家想想看 為什麼現在 現在的行政資源 要用來卡韓這個部分 大家想想看是為了什麼 當然是第一個 韓市長如果去美國 或是去新加坡馬來西亞 拜訪的層級很高的話 大家想想看有沒有可能第一個 也許蔡總統這邊他就優先 先去出訪拜訪了 或者是說他就先搞破壞了 有沒有可能 就是要讓韓市長他沒有辦法 我讓你行程走不了 我讓你見的人見不到 沒有錯 所以我們才看到說 明明馬來西亞的拜訪的行程 農業部長就說沒這事了 對 馬上就破局了 見光死 沒有錯 所以這個是要做怎麼樣 當他們做這些動作以後 就是要讓韓市長他想要做的事情 沒有辦法做出成績來 所以好像我們現在看到的是 蔡總統你並沒有在拼 讓台灣的人民過好日子 你滿腦子只有在想選舉 怎麼樣把韓市長逗臭逗狂 好像是你現在的首要藥物 但是蔡總統你不要忘記了 韓市長的背後 有廣大的高雄市民 還有台灣人民對他的支持 韓市長他上任 現在其實還沒有兩個月 可是已經把高雄經營得 非常有 非常的有很大的一個成績 像最近高雄是已經湧入了 非常多的這些 當然是觀光人潮 甚至有非常多的企業 都想要到高雄來做投資 很多企業界都跟我們詢問說 高雄到底還有沒有足夠的地 可以提供給他們 他們想要回來 高雄這邊來做設廠 我們看到了這一點就是 以前在高雄大家就會覺得說 沒有很多的活絡的氣氛 為什麼 因為晚上其實我們到 傍晚大概八 九點 街道上就沒有什麼人了 甚至還有像延城區 我們當初的延峰 對 市區 市中心就沒人了 沒有錯 像之前我們說過中山路 中正路 高雄的這些主要 這是最熱鬧的地方 是的 這些主要的很市區的幹道的區域 很多都是貼豬跟售 我們龍捲方很用心 在選前我們不是也在延城區 有做一個特輯 我們在現場的時候 我們就聽到延城在地的居民 跟我們說什麼 他說其實以前 嚴堂堡是人家擦擦擦 可是六點到 可能嚴堂堡都沒有人了 以前延城區是高雄 是最最最熱鬧的地方 所以那樣的高雄市 在韓市長就任以後 我們現在看到高雄市 每天都有很多的這些 不同的活動 然後讓許多的 特別是很多的華僑 以前他們就算回來台灣的話 他也不見得一定會到高雄 或是到高雄走走看看 也不會住在高雄 但是我們現在看到很多 他們首選到台灣旅遊 是要到什麼地方 到高雄 所以我也奉勸民進黨 特別是新潮流 你們不要去忽略了 韓市長他的決心 韓市長他說過 他就是要讓高雄 全力來拼經濟 他就是要 韓市長就是要 讓人民過好日子 當他的忠心的思想 信念是如此的時候 你就可以看到他 他可以一天睡沒有幾個鐘頭 捲起袖子 就是在想辦法幫高雄 找很多創意的點子 幫高雄拼經濟 拼觀光 還有甚至拼教育 你知道我們高雄 現在還辦了一個什麼嗎 每個月讀一本好書的活動 每月一好書 對 他第一次挑的這本書叫做 《在世界地圖找到自己》 他希望說 我們的首要目標 是要拼經濟 讓高雄能夠經濟起飛 但更重要的是 他希望高雄是一個 有深度文化的城市 所以他鼓勵我們的市民 要來閱讀 你想想看 現在的高雄市是彌伴著歡樂 然後非常有希望 有願景的一個城市 每個人到高雄都愛上了高雄 那韓市長讓高雄 做了這麼大的一個轉變 你想想看 其他的人 怎麼會不愛上韓市長 所以我們才會聽到 有那麼多的人 一直希望要拱韓市長 希望他能夠來成為 台灣的未來的總統 有話 你昨天的時候有提到說 這個廠商找你去聊天 可是你之後你又查了一下 發現說 這個廠商他本身 不只在高雄 而他在新潮流的 這些縣市當中 其實他們都能夠輕鬆得標 包山又包海 你的資本額只有300萬 你憑什麼去標10億元的 況且標了10億元以後 你民進黨的這些立委 全部都幫這個人護航 護航到一個什麼程度 只要立委去調卷 或者是立委說我要召開公廳會 或者是立委你要求相關單位 給我說清楚這件事 結果我可以告訴各位 結果國發會 高雄市政府高雄捷運局中鋼公司 通通通不答覆 然後在那邊七傘八傘 除了七傘八傘以外 那我最近那我查了出來 這個人叫做李維峰 請問是哪一個人把他放到了 把他放到了叫做中聯投資公司 就是中鋼跟其他單位 他聯合投資的一家小公司 擔任獨立董事 是哪一個人介紹的 這個高雄市政府到底要不要查 就是說為什麼輕軌也好 為什麼高雄水上設施也好 都跟中鋼都有關係 雖然他已經辭掉了獨立董事 但是也留了一個尾巴 我可以告訴各位 這家公司在2017年的3月6日 3月6日聽清楚 2017年3月6日成立300萬的 一家小公司 2017年的5月2號 居然可以說跟高雄捷運局 去簽署一個意願 簽署意願什麼 大聊水上開發案 那我想請問 一家公司成立不到兩個月 居然可以標購 兩個月300萬去標10億的工程 那各位看看 這裡面的弊端是在哪邊 況且它是投資公司 它從來沒有經營水上公園的 經歷或者是記錄 它用投資公司的名義這樣子做 可不可以這樣子 那這個攤子現在它還放在高雄市 然後呢 它那個土地是要租用 土地權是高潔的 它是用租用的方式 它居然可以用租用的方式 還要向高雄銀行跟其他銀行去貸款 土地是高潔的 我只不過是租用蓋水上設施 我可以拿著這個東西去貸款嗎 請問哪一個人呼喊 第二個必案 我們講到輕軌好了 輕軌非常奇怪 好 我想請問一下 行政院有沒有叫高雄市政府 你重新遞一個規劃書上來 我現在我要問 是哪一個人做主 你把貸電款 行政院的貸電款沒有撥下來以前 你把基建工程費 增地費 全部都弄到哪邊 全部去買車廂 一截車廂一億 一億兩千多 好 這些錢 高雄市政府要不要認账 究竟是城局認账 你還是韩國瑜認账 為什麼可以容許他們 賣空賣空 然後這個人 到了今天 可以包 鄭文燦的航空城 可以包 水上樂園 可以包山包海嗎 為什麼都是發生在桃園跟高雄 就是說我們今天在查 這些案子的時候 現在中央部分 還有人是在包庇他 結果這個人 他牽扯到慶福案 他也被起訴 他也被涉及起嫌 他的名字叫做李維峰 當他這樣一弄下來以後 對不起 他突然辭職了 他找了一個叫做 沈伟平先生 作為新得利的負責人 然後公司那些 原先是設在慶福的 現在他又把這個公司 他搬到自己的公司裡面去 就是說 負責人你也換了 那這個約你要不要 你要不要持續下去 又能包山包海 又能夠跟新潮流關係不錯 他又能夠做中聯投資的獨懂 我請問各位 居中牽線 這個顯然不是眼望鏡 可以居中牽線的嗎 一定是更高層的人牽線 那他憑什麼可以通吃 所以我現在建議高雄市政府 你尤其是高杰 高杰董事長 應該要停止這個案子 如果不停止的話 對不起 未來還有10億 是打水漂